下午期初欢迎核达频道 那么上期和大家通过尼康的Z30 来分享了曝光三要素 包括是曝光补偿的功能 我相信你已经对这个练习 或者对这个概念有了一定的把握 现在我们来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镜头的焦段 以及镜头选择的一个话题 很多小伙伴会遇到的一个第一个困扰 就是在于说 我怎么去买镜头 那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是 哎呀我是尼康的 那我去搜索尼康镜头 尼康风光镜头 或者说尼康什么什么镜头 佳能的搜 佳能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 的确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搜到 比方说我搜佳能单反镜头 你搜出来了一颗团扰 你就会很困惑 这个到底能不能用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就是相机的这个卡口系统 那为什么说相机需要有这个卡口系统呢 因为每一颗镜头可以承载的这个视觉效果是有限的 如果说想做出一颗完美的镜头呢 就需要无限大的尺寸和体积 以及是非常昂贵的价格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什么迪拜王子定制的那种超级镜头的价格 肯定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说去制造各种覆盖焦段没有那么广 光圈没有那么大的镜头来实现你的拍摄的目标 那譬如说这里有一颗镜头是 尼康Z30这个原厂套机的这个1650 3.5到6.3 它的光圈是可变的 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打开镜头之后 你去给缩放缩放缩放的过程中 其实它画面会有点闪 闪的过程中呢 就是因为它要不停的去调节光圈 因为你长焦的时候它的光圈必须要去缩小 那你就会看到一些闪烁 如果说你要在这个相机上面 在这个镜头上面拍摄一些视频的话 那你要怎么操作呢 你就需要去把你的这个光圈值去锁在一个比较小的值 具体怎么讲 具体怎么操作 我们放到后面实操的关于模式的这个视频 我们再去细的讲 今天主要讲这个镜头的选择 那同样的覆盖大概是24到70左右的这个画幅 这里有一颗全画幅的镜头 可以看到它们两个在尺寸上面有一个天壤之别 非常巨大的一个差异 这也是价值差异的一个来源 那即便是我们把这个转接环去掉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这个镜头呢 它的焦段是24到70 那这个APS-A镜头呢 它是16到50 为什么我说它们的焦段大致相同呢 因为这是一颗APS-A镜头 那么它的CMOS会比较小 那它等于说画面投射进去后会做一次裁切 那么它的16呢就要乘以一个这个系数是1.5 所以说呢这个1650的镜头呢 大体上来说呢就是24到70左右的一个焦段 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了 你在买一些这个APS-A画幅的这个镜头的时候 你的这个数值呢都是要去乘以1.5倍的 得到一个等效的视角 因为我们一般讨论焦段也好啊 讨论构图也好 讨论各种拍摄的都会用这个等效的这个视角和焦段 去来聊这个问题 那你会比较好去理解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呢 它为什么说尺寸会更大呢 因为它是2470的恒定F2.8 也就是说从24到70它都有F2.8的光圈 那么意味着它镜片组要更大 它需要更多组的镜片去矫正 以及是有很多这种特殊的特种镜片 去弥补这个画质的损失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它还加入了防抖和超声波的马达 所以说它的尺寸会更大 价格也会更贵 但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的优势就是说我F2.8的光圈 我可以应对更加昏暗的场景 可以带来更高的快门速度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在一些弱光或室内拍摄的时候 是很难去平衡的一个事情 你通过打光也好 通过补光也好 比方说你的室内还可以去打光 你的室外是很难把整个环境给打亮的 那这个时候通过更大光圈 获得一个好的快门速度 以及是这个比较低的ISO值 我们上一期都讲过的一个话题 但这个时候你的画质才有一个保证 所以说呢在过去的标准里呢 F2.8的这个标准必要镜头呢 我们都会称之为准专业级 或者专业级的镜头 它的出现的目的呢 其实并不是给爱好者来使用的 而是保证 比方说新闻工作者啊 或是专业商业拍摄 它在各种情形下 都会有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个拍摄效果 那么F2.8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 足够快或者足够大的光圈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卡口的问题 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转接环的内容 那因为我们的单反机身里面会有反光板 会有一些特殊的机构 在现在的无反里面被取消掉了 那取消掉的目的是什么呢 取消掉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镜头镜片的最后一组镜片 尽可能离CMOS要近一点 那这个对于镜头的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 更容易造出小体积和高画质 以及是有更强镜射能力的镜头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之后呢 就是在于说你的这一段距离 原来单反里面在这个镜头使用的过程中呢 它前面还有反光板等等一些机构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差距怎么去弥补呢 就是通过转接环 那佳能的单反卡口叫EF RF是它的这个无反的卡口 也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 直接可以装上去的这个镜头 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距离呢 我们补偿上去之后呢 它才可以正常的工作 包括是说佳能这里会有一些触点 进行信号的传输呢 佳能这里呢是没有去 限制住单反镜头的使用的 所以说呢 基本上你能买到单反镜头 它都可以比较好去做一个通讯以及使用 那这里就来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那我转接上去之后 可以用单反镜头呢 我可不可以反过来 把这个无反镜头装到单反 机身上去呢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这个镜头和CMOS的距离 是这样子的 大概只有这么厚 那如果说去单反上面的话 它被强制顶出来这么多 这个距离是没法逆向去补偿的 那目前我也没有看到说 谁去做一个方案 让这个东西做逆向的补偿 除非说你把你的单反机身给切开 切掉一部分 然后才有可能去安装无反的镜头 所以这个是没法反上的去转接的 那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可以这里去做一个讲解 那包括是各个厂家之间为什么要做不同的卡口 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商业竞争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大家为了去巩固自己的这个用户 包括是自己的这个体系 那就会形成不同的卡口的阵营 那一般传统意义上来说 像这个佳能是EF卡口 然后尼康是F口 索尼是一个叫美能达的这个A口 然后后来的话 索尼变成了F1口和E口 也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卡口 那它用来区分全画幅和大画幅的镜头 它用了F1和E两种称呼的方式 那像我这颗其实是一个复长涌落的镜头 那么像尼康的话 它就是做了像Z卡口和以前的F卡口 作为无反和单反的一个区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通过说直接标注画幅是全画幅还是半画幅 来告诉你它是哪种镜头 每个厂商的标注方法可能有一定区别 那包括比较常见的富士 它有X卡口有GFX卡口 那就是它的这个API-C和中画幅的卡口 那在选择镜头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你比方说你是用佳能相机的 你可以去佳能的官网看一下 目前原厂有哪些镜头 然后你可以去找一下 比方说市面上兼容的EF卡口的富长镜头 包括是一些这种 比方说它是没有任何的电子触点的 这样的手动镜头之类的一些选择 别的厂商它的卡口选择就会更多 比方说像索尼它有很多很多的富长镜头 可以去选择 包括是直接是无反卡口的镜头 加能的话目前大多数还是老的单反时代的一些镜头 它可以选择去做富长的使用 包括尼康的EF卡口也是一样 有很多便宜的这样子的单反镜头可以使用 它们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们在过去的时代里 也是作为准专业级别的镜头来使用的 比如说像我后面的这颗镜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说来到了这个无反时代 大家就要去做这样的改变 这个是加能的RF70-200 F2.8 这是腾龙的70-200 F2.8 它们在尺寸上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那也是给到大家带来一个更加好的拍摄的体验 当然每个厂商的理念不同 那有的厂商可能在这个无反时代 坚持去做很大颗的镜头 然后去追求更好的画质 那比方说尼康 它的这个镜头的尺寸就没有去做缩减 那它的画质是目前比较优秀的一个代表 那像索尼呢 它整体来说做的比较平衡 但是呢 它会去倾向于更好的发展 像视频上面的功能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我在之前的很多视频都说过了 无论是索尼富士 208斯加能尼康等等一系列相机 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 它的性能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那至于色彩的话题呢 我们觉得来到一个新的时代 基本上近几年推出的相机不存在说 色彩上面有明显的劣势 那只能说 加能在这个人像肤色的还原上面 是的确是下了点功夫的 它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调色的风格 会在这个效果上面有一点点的小的优势 但是呢 我觉得 从专业角度上说 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像索尼和尼康 其实颜色都没有任何问题 无论你是专业的使用还是爱好者 都可以去尽情的选择 然后我们来讲焦段的话题 那我们刚才已经浅浅的聊到了 这个镜头1650等效是2470 那么这里也有一颗镜头 它的焦段非常接近 它是1535 那么他们呈现出来画面是非常相似的吗 那我们去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等效焦距的这个话题 很多小伙伴其实已经能有答案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装到这个相机的机身上面 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因为我们后面刚好有很多横屏素质的内容 可以让你很好去判断我们的视角的变化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佳能的相机打开 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盖也拿下来 然后我们开始啊 又开始跳内容要穿插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的相机上面 这个镜头上面 这光照照上你看的不明显 没有带任何的UV镜或者说各种的镜片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购买镜头的时候 都会给你搭售这样的东西 如果说你很想爱护它的话 可以去带一个它类似于手机的钢化膜 可以防止刮花 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考虑到会摔的情况下 他们会做很多图片告诉你说 摔了以后可以保护镜头的镜片 这一颗镜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呃 这里可能会成比较多 但是呢 因为之前摔碎UV镜的时候 那个镜片它会冲击到里面 然后直接把镜片给划伤了 它是怎么摔的呢 是这样子盖住这个盖子 带着UV镜然后在包里面这样炖了一下 那我相信如果说没有带UV镜的话 其实不会把那个镜片垂碎 也不会把这里去键上去一些碎片 那么这里就是我对于UV镜这个产品的一个评价了 就是我觉得不是非常有必要 它只是一个防刮花功能的东西 有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相机上面 现在是1535在35毫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视角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都以这个中间白色的模型版为标准的话 它两边还能看到一些这个画面 是这个黄色的门和白色的墙 我们现在把这个也是打开镜头盖去旋转到 这个也是35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上面尼康这个 因为是APS-C的等效成1.5倍之后呢 它画面变得更窄了 只有中间几乎只有中间白色一块 两边的内容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俩相机放在一个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把它转到16 这个呢 转到15 可以看一下 它们的画面的范围 这个上面的话大概是这边门的边沿和这个门的外边沿 那下面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范围可以达到边上的这一个 木的格山 以及是另外一边门的边沿 那就是说它的画面的这个范围要大出很多呢 在这里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能看到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视角上面的差别以及是等效的概念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视角调成24 可以看一下 加上现在上面是24 全画幅24 和APS-C上面的这个1.5倍后的16 它们两个是不能达到几乎相同的一个视角 基本上它们两个涵盖的这个视野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其实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啊 每个厂商对于这个焦段标数啊 多一点少一点这个是难免的 一般情况下呢 正负会有一点点的不会影响到你的拍摄 因为你边上这个视角多个一点点 或少个一点点 你后期在拍摄过程中啊 包括裁切什么都可以去处理 这倒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又要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那我如何的去选择一个正确的 焦段的镜头 那还是回到刚才手中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先搞清楚你自己的画幅 和你的相机的机型品牌和卡口 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案例呢 就是说有人会说拍人像要用85 这是一颗Z卡口的85毫米的镜头 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经常会听到 8585拍人像 然后呢你就买回来一颗85毫米的镜头 然后安装在你的APS-C的机身上面 刚才我们都换算过了 那你先85乘以 这个1.5倍的话 差不多都有100多块 1230的这个焦距了 123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你在室内的话只能拍到 在室内的话只能拍到一个非常大头的特写了 在室外的话你要退的比较远的距离才能去做正常的拍摄 这个就是我觉得新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包括你在APS-C上面去使用50的话 大概等效向来就是大概70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其实已经很接近全画幅上面用85了 但是你在APS-C上用85的话 就大概是等效上面全画幅的135 那是一个非常长的焦段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太会经常使用135去拍摄的 当然这里我们去抛开说 新手和老玩家之间的风格的问题 我觉得说我们讲的还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如果说你很喜欢用长焦去拍摄人像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你可能他想象中的拍摄人像 就是我就站在人的旁边拍一下 或者说我室内拍一下 那么85放在APS-C上面 的确是一个并不会非常合适的一个效果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 85毫米等效的视角拍人像都会有一点太近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这个视频里就不会花精力去给你具体讲说 怎么样去解决 我怎么去选焦段 什么焦段什么效果 因为我之前出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真人站在那里演示的视频给你去看 然后从12到200的一个等效视角是什么样子的 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视频 那么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不同视角它有什么样的氛围 有什么样的气质 有什么样的特性 以及使用场景 那个视频里也有做讲解 我觉得今天的视频更多是去讲到一个你在拍摄过程中选择器材过程中的一个基础的逻辑 然后包括是一些系统性的一些小的点 可能没有人会刻意去讲这些杂七杂八的内容 那我尽可能今天多去讲一点点了 大家去做一个基础的认知吧 或者说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小科普的概念去了解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所谓的卡口联盟的概念 那我手里现在只有一个卡口联盟的东西呢 就是M43 M43卡口呢 就目前可以看到比较多的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标识 然后呢 它的卡口会比较小 因为它是一个M3画幅的话 大概是全画幅的二分之一左右的一个尺寸 主要会使用M43这个画幅的厂牌 现在还有2084和松下 以及是很多专业的电影机都在使用这个卡口 那么2084带起这个画幅之后呢 它后面又邀请了松下加入 并且呢 也欢迎很多这个专业级的这个摄影机的公司 比方说像高速摄影机的公司来加入这个阵营 那包括是一些专业的像BMPCC啊 以前都有M43画幅的机器 那这也是曾经一个非常壮大的系统 但是现在随着全画幅越来越连价之后呢 那它们的这个优势和价值也在被贬低 或者在衰弱 但是呢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系统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联盟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马来松联盟 由莱卡牵头带着这个松下和士马一起打造的联盟呢 现在这个联盟里面还有一个大疆 那么这个联盟里面使用的是一个全画幅的叫L卡口 那它们之间所谓的卡口联盟的意思就是几个厂商共同使用一个卡口 所有的镜头呢 没有任何的限制和干涉都可以完全的去正常的通用 那这是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势的厂商之间互相帮扶 或者说去对抗大厂牌的一个手段吧 目前的话就是两个这样比较主要的联盟 那剩下的话我们知道了富士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用户体系 那它有自己的X卡口和GFX卡口 那X卡口现在是有一些富厂镜头了 毕竟它走过了很长的时间 今天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积累和基础了 那愿意放开自己的卡口 那像加能的RF卡口和尼康的Z卡口呢 目前没有开放的这个很明朗的一个情况 毕竟是个比较新的卡口 厂商不会说一开始就放开这个东西 或者说呢 也是这个每个厂商它自己的一个战略会不同 那索尼的话 它原来在丹梵时代是很劣势的 所以说冲进这个五反时代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特别狠的这个走了一局这样的一个布局 就是一开始就开放了自己的这个卡口 让腾龙和士马给它做了很多镜头呢 一下子它在镜头的性价比 包括机身的选择方面呢 就变得很有优势了 包括在现在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系统 那它即便是没有之前那么多年的这个用户的积累 它还是很轻松的在五反时代 几乎是碾压了佳能和尼康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 起码说是终于跟他们达到了一个同样的影响力的水平 然后把一些相对来说小厂牌是已经拉开了很远很远的距离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我们说从这个相机品牌 或是说厂商的这样子镜头卡口的这样一个格局的情况 其实你在购买的过程中呢 未必需要说像我研究的这么多这么细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呢还是尽可能的多去看一些资料 多去看一些视频的内容 那不要去说看别人用这个镜头拍出了多好看的画面 主要还是去看一下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是不是说你可以去接受的 或者是不是你需要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子你去合理的去做到一个选择 这也是我平时做一些测试内容里面 更愿意去给它呈现的 不是说单纯看画质有多锐利 也不是说它能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因为拍出什么东西 其实和拍摄的场景和拍摄的人关系更大一些 那最关键的是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特别是缺点你是否能接受这样一系列的话题 OK那么本期的视频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下期的话去侧重的讲一下这个模式的话题 那我本来计划是这期讲模式的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穿插一下关于器材选购的话题 因为有很多小玩经常来问这样子的问题 甚至是他买错了之后来问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相对来说比较系统性的讲解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有各种各样关于选购的问题 可以来提论可以来这个评论 以及是老玩家如果看到之后能解答的也可以去来解答或者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对新手有很大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未必说一定要跟新手讲说 哎呀什么品牌好什么品牌烂 这个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那反而是说跟他讲一下你需要 比方说我们平时只是日常拍摄可能最通用的就是标准变焦呢 它可以涵盖广角到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放大的一个功能 那比方说你想拍摄人像可能定焦镜头有更好的区画 这样的东西可能对新手反而是更有帮助一点点 那其他的东西的话 大家可以在后面的视频里去了解一下 以及是之前其实也出过非常多的关于单独镜头的测评 以及是一个入门的系列的教程 有些事情要不然可以去关注一下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在我主页 还有更多摄影器材、摄影教程 以及含有段资讯 我是那麦护士技术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